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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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形式的告发 那就会变成说 他如果告如秀燕 动机上立刻可以质疑 他是意图使人不当选 其实也很难 中选会妨碍选举的官司 这很怪吧 因为很难从初步 我们假设说真的死人联署上万份 你也要有一个关联的证据说 是如秀燕 但如果说现在我觉得不太可能 因为现在这个来回来的联署书是从各地过来的 那这当中如果你没有一个比较 有一个十足把握的话 又以一个机关这样方式要来告发的话 我觉得不能够去具体的指明是谁 比较是正确的 因为如此大量的如此大量的这个死者 死人讲究叫死人联署啊 一万八千分 在联署之前死亡的 对死亡的命单 是吧 对 如此大量 那看起来应该有个集体做作业 才可能应付得了吧 他要有要有名字可以抄啊 你看我们一般人哪来生的到 我们到哪里去抄你告诉我 我也不知道 这是当然是互生机关 这也可能要 我觉得这倒是检调 就是检察官这边如果收到这样的告发 倒是应该可以循着说 当初这个联署书怎么收回 抑或是这个联署书又到谁经手 那个过程当中去了解 那当然现在会有两方 一方会说那个可能是 在收集联署过程中是不是有 那当然另外一方也会觉得说 那是不是护证那边 还是说中选会收下之后 那边产生的嘛 那我觉得也没关系 既然其实刑事诉讼法上 本来对于我们任何一般人 就有说有犯罪嫌疑的话 你有你可以告发 那如果是公务员你执行职务 你看到犯罪行为 你一定要告发 这是他的告发义务 那既然我们如果说好全民 对于一个犯罪嫌疑 都可以有这样子的告发 看到一个伪造的文书 我们告发之后 接下来我想应该是检方检警可以去 厘清说这个过程当中哪一个环节出问题 一万八千份 对数量那么大 对最好比对了 对而且你 你有笔记 你有这个书写工具 甚至你有纸张 而且如果一万八千份的来源 也就是这个连罪数的来源 还真的在纸质上是不一样的 你更可以确认说 大概有一个集团在这样干 他所显示的所有的蛛丝马迹 都指向是一个集团作业 这不是很容易查吗 我相信我其实觉得检方是 如果说真的有受到这样的告发 是可以查甚至其实说 当这个新闻沸沸腾腾腾 又讲伪造 因为其实不止死人连署 还有所谓的用同一个颜色的笔 同一样的笔迹 大量的抄写 类似像这样 也有可能是伪造的嫌疑的话 我觉得其实检方向来 本来就可以看新闻办案 你甚至可以主动的去了解说 这个当中有没有违法的问题 那如果说好 现在既然中选会也发布新闻 表示他们会植物告发的话 那我想接下来其实是进入一个 可以进入一个司法调查的程序 那之后当然如果说你是一个任意的 你没有任何的证据 你就这样胡乱的告发的话 当然你刑法上 你还是也有一个无告的风险 那所以我会觉得说 大家都希望能够 厘清这个死人连署或到底是怎么来的 那既然好高发了 这也是一个法律的程序 那就进入去调查 我想可以给大家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交代 那另外一方面公投也继续进行嘛 因为这个毕竟中选会也公告了说 这个公投会他已经通过那个连署的门槛 那他就是继续进行他的往下的步骤 中选会的主委陈英权 他说他非常痛心 但是只好通过 没有办法 他痛心什么 我觉得中选会他依照法律 他依照他的规则 他要中立客观依法 程序都要震荡 这没有问题 但是中选会在这个时刻 他也必须要去理解到 尤其是这一个公投的议题 也涉及了 就直接就是台中地区的一个选举上 一个很热闹的话题 那双方的这个候选人 当然也有一些想法 那他就要有一个政治的敏感度 去小心谨慎自己的发言跟作为 就是说你的 你当然因为陈主委也是学者出身 但是你会不会被政治解读 或是他可能真情流露 但是会不会被政治解读 他流露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我看不懂 他必须去理解到说 他现在的位置已经是一个很关键 又敏感的位置 那他们的每一个动作 你就是通过了就是通过宣布 你不通过 你就是要去说明不合格 他怎么样不合格 要去有一个副理由 好好的论述 那你现在在 这才叫做中选 你在教育一个爱哭的 这个我们爱哭鬼 你真的教育害我 你这是在教育他 我觉得你在教育他 我觉得另外一个 但是但是我还是没弄明白 我要教育他的话 我要先知道他哭什么 这可能真的要问主委本人 不过我在补一件事情 就是说大家在检验中选会的 不会只有这个 你今天你这一个 你这样做 好我们不是只有 这一个公投案 我们也不是只有 一个党派的公投案 就是说如果你说 国民党在支持这个 那当然民进党也会有 他可能着力的这个公投案 那你对待其他的 这些公投案的时候 你是不是标准一致 那你在其他的公投案 你也发现有伪造文书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这么的立即 然后明快的开委员会决定说 好那我们要来做职务职务的告法 我想这个是接下来大家要检验中选会的一个一个关键的地方 我们的公投法本来门槛是比较高 本来高 现在是修的比较 修的比较高 现在还是通过了 因为对于每年降低百分之一的空污 28万 每年降低百分之一的空污 然后那个这个也就是 其实就是对于火力发电要进一步的限制 这件事情 为什么会让一个中雄会的主委 觉得说没有办法让他 实在不应该让他通过的意思是吧 他看起来 我都不懂 他 我不知道 这个我真的没办法 我给你降低空气污染的一个诉求 而且看起来 应该是他 这个诉求有什么好 或许 或许 拦住 说不让他那个 而且还痛心 他痛什么心呢 应该是看到这么多 似乎有伪造嫌疑的联署书 伤害了这个公投这个神圣的民主的这样子的 好 那我们来来看 最有可能 最有可能伤害民主 来搞的造假的是什么人 我们要等 我没有办法觉得 我这样我会被你害 已经 你为什么老说我害你 48万份 这已经远远超过了门槛 一倍了 对不对 呃 里面有 有一追 一万八千 是死人连署 是吧 那这死人连署 还有包括有七万多份 不合格 不合格的 对 不合格的那是很容易讲了 你不管你 可能写错啊 漏签了什么 自己的名字写错也有可能 身份证知道写错啊 对 户籍地址也有写错的 但是我们到哪里去去抄那个死人的身份证 你告诉我 这正是这正是疑问嘛 为什么会有这个 你现在有这个大量的名册 所以 所以有一种说法 让我去抄他的身份证 我没办法 所以有一种说法 就是 有两方嘛 一方说可能是护证那边 另外一方说2008年 呃大选的时候 大家有收集到一些资料嘛 嗯 对不过我觉得不用 既然都如果要送 呃检方去调查的话 也不用 异策 我们可以等调查的结果出来 那当然你可以去 呃 就大家也可以猜想说 谁最不希望 让这个公投联署过关 对 哦用你说用这个动机来想 也都可以 但是我觉得 越是不希望他过关 越是会来倒倒这个 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 就让检方去查吧 嗯嗯 好 这是反空公投宣告成案之后 我们还是会看到的一些纷争 以及 我觉得实在是不合格不适任的 中选会主委啊 哭什么 这哭太怪 我还是要多问一句啊 哭什么 来 女法官要呛原告说 不要再告了 这个话 女法官是不能说的 不要再告了 就是 好像打孩子一样 你不要再哭了 要是你的官是你的法官 我就会跟 我就一定会跟中选会主委说 你不要再哭了 哈哈哈哈 所以我们今天媒体都可以 讲一下哭的事情 那好你说 女法官 这个呃 是一个高院 高等法院 其实一个蛮少见的 就是他做了一个裁定 就是呃 一位耐性的女法官 她要回避掉她 生理的一个案件 嗯 那这个新闻一出来 那大家就会去关注说 因为其实要高 要法院她去做一个 法官回避的裁定 嗯 是很困难的 如果说呃 大家可能如果说有听过 或亲身经历一些案件 嗯 因为回避制度这样的设计 你不可能让 就一个当事人他 他可能法官讲一两句 他就觉得这个法官 可能会可能会偏颇 那我就申请回避 如果你很容易通过的话 那当然很有 会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回避在 就是在做一个法官要做 被回避的这样的裁定 嗯 非常的罕见 那所以我们又回头过去看 到底这个法庭内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高等法院三个法官决定 这个赖法官要回避这个案件 那其实这个赖法官审理的案件 是很简单的一个案件 他就是一个公司 就是因为工程的一些因素 就是人家欠他一百万元 啊那个人 谁欠谁 就是有一个 一个人 一个债务人 他就是欠一家公司 跟工程相关的款项 欠了一百万 那他也开了一张支票 可是后来到期的时候 支票就跳票了 所以这个就等于 他欠了人家一百万元 也没有 就也还没有还就对 就这么简单 然后公司就起诉 就告对方说 那你要还我钱 是 那一审其实也判决这个公司胜诉 就是说 对这个人的确有欠你一百万 那后来对方 这个败诉的这个债务人就不服 因为他觉得 他不需要还这个一百万 他就上诉到二审 那二审的时候 就由这个赖法官 他是寿命法官 他就在审理这个案件 那他最关键的 让人家觉得他偏颇的是 他就是一直跟这个公司的这个 原告说 你们不要再告了 对方没有财产 他就是没有财产 你不要再告了 你不要把我们法院司法当作 你讨债的地方 就讲这些 那你这个原告上诉人 就是被上诉人 就原告这边当然就会觉得说 诶 这个法官这样子 看起来就是不要判我赢嘛 就可能我会 我会白说 他觉得有偏颇 那更关键的是 这个法官都还没有在 就还没有查明整个 到底有没有这个债务的时候 嗯 他就跟这个公司的 这个公司这边说 那你们说你们有一百万的债权 嗯 你当年有没有申报 你有没有申报 在你的这些资产啊 负债当中 没有的话 你就违反商业会计法 你把你当时的会计 跟法定代理人 直接要承报给我 我要举罚 就是也像告罚这样 那不得了啊 人家当然会觉得说 诶我一审是胜诉的 我怎么二审会遇到这个法官 那还要告罚我这件事 而且你一方面 你又不要 没有要判我赢 你也没有要判我有这个债务 你还说我 就不可能有赢 可能也跟他有仇 你还要判我说 诶我我是不是没有 诚实的申报这个财产 所以他就申请回避 那申请回避 之后 另外一组何议庭法官调查 发现这个法官 他在这个 这个女法官 对这个女法官 他在劝人家 不要再提告书的时候 他还把录音切掉 因为法庭会录音 就是我们 刻意的去销毁 其实依照我们现在的法令规定 你民事刑事行政 你任何法 只要在法院开庭内 都要依法录音 但这个法官在和解的时候 就他所谓劝阅和解 就是叫人家不要告的时候 他就把录音切掉 所以这件事情就很 这就很诡异了 这就很诡异了 你还一直说 你没有叫人家不要再告了 那这就很诡异 所以这个何议庭也很 也是从严认定 然后就说 所以这个法官 他的确有不当的言行 再来何议庭也就直接说 你这个案件的关键 就是你要去厘清 有没有债务 你都还没有厘清 你就要去告发人家 说人家没有申报 这不对了 所以他就裁定这个法官要回避 好 那更奇妙的是后续的发展 这个法官被裁定 回避之后 他就 当然人家就媒体也报导 他就可能有受到一些责难 于是他就到法官论坛去留言 那他很奇妙 因为他是检察官转任法官的 那他就他就讲了几件事情 就是让我们这些就外界的人在看的时候又觉得 他说一直以来受理他人申请回避的案件 我都是抱着当事人一定是预见到判决结果不利 才恶意栽账 没想到别人都不是这样想的 他说他自己如果收到人家要申请别的法官要回避的裁定的时候 他都会觉得是那个当事人恶意栽账 他都是相信法官 这很奇怪 就是他的心证其实还蛮主观 然后再来他还说 他是从检方转任过来 他说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检方 我一点都不害怕 我的同侪或是我的长官会对我怎么样 因为我们每天 我们每天在前线作战 多的都是抹黑攻击 他这个等于是在揭发检查议题之下 大家互相关关相互 他说只要我人品可信赖 我同事一定同裁一定力挺我到底 他说我现在在院方 我还要被送可能被送自律 这是什么我不知道 所以从这个法官他后来还有这样的反应 其实我们就可以发现说 那他还试任法官 这真是我们要问的 你们也要再问这个问题 我们要问 因为这个后来高等法院是说暂时不会处理他 因为这个案件还在进行中 不过我们是认为说案件已经脱离他了 其他的部分是可以继续再处理 那我最后要补充一点就是回避这件事情 我顺便讲一下 就是回避这件事情 其实在一般的案件 即便是我们当事人律师都很会 这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 因为如果你申请回避 最后没有被回避的话 这个法官他心中一定对你就有圈圈叉叉 所以其实在日本 其实有一个著名的法官 他曾经有说过在法庭内 因为有一个律师申请他回避 他就直接有一个 他就直接说了一段很著名的话说 好你申请我回避 如果今天我被决定要回避的话 我就辞掉法官职务 那如果今天我决定 就人家法院决定 我可以没有毫无偏颇的 我继续留下来 你要不要辞掉你律师的职务 他是对决这样的心态 而且你如果说其他的法官 你要做出你同裁 他要回避 表示你认证他可能不公正 这在从同裁当中是压力是很大的 你会就是而且也有实验研究过 那个被认为会有偏颇的法官 内心是会有很多的 好也许他的尊严很强 性格很强大 那可是那刚才你提到的 那日本法官的例子 看起来也是浪人跟浪人 我武士跟武士觉得 这个也有点怪 因为这不是赌 又不是赌豪 对所以 你赌一下我赌一下 所以他就会觉得把 他回避这件事当中很大的 比这个赖法官看起来高明一点 他很大的屈辱啊 因为你说我不公正耶 我这个法官的我的戒律 我的我要遵守 有些时候不见得是居心公正不公正 或者是人格好不好 有的时候他是对法律的见解 有可能 对不对 不过对于那个被要求要回避的法官 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大人格上的挑战跟屈辱 所以大概这个案件大概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要劝中选会的主委陈英勤 不要再哭了 我们要劝 我们要劝原告不要再告了 那我们要跟法官讲说你不要再判了 不能劝原告不要再判了 那这何事不能 请问一下这个法官后来会怎么样 如果他要不就可能有评鉴的问题 可能送资律 那评鉴的话就看评鉴委员会 就看高等法院有没有要移送评鉴 或是他们资律委员会要不要去调查 我愿意跟那个赖法官读一下 说愿不愿意不要 以后就不要再判了 那你要什么 那我啊 我以后我也不要当律师了 这可以吧 很公平吧 给个说法单元 民间司改经营会的执行长 陈宇凡律师 在我们现场 接下来有一个罕见的判决 法官拯救了假释犯 对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 就是反正有一个之前有被判有期徒刑 嗯 然后可能十年左右 后来假释了 那假释期间呢 他就是酒驾 然后酒驾的话 当然就违反刑法规定嘛 嗯 那法官因为就有考量 就是说他如果被判有期徒刑 他就要再回去监牢里扶满他的残刑 他的残刑还有多少 这一则我不知道 我等一下讲另外一个故事 大概还有三年 我记得的话这个新闻 那所以法官就去衡量说 因为其实他的 因为他这个是他酒册后是0.27 那标准是0.25嘛 嗯 所以他也差一点点 所以他就 法官当然就是有很多的考量 包括说他也是家里的经济支柱 有没有需要说 因为这样的因素 就让他再撤销假释回去 所以最后做了一个免刑的判决 嗯 好那我今天要说的是 这一个呃 新闻他其实是用一个罕见 但是其实我们在实物上 这样的状况 其实并不罕见 我今天另外讲一个更 比较让大家有感受的一个案例 嗯 就是在高雄有一个 也有一个当事人 他是在 他就是某一天下午 呃 六点多的时候他就在一个公庙前 他就喝了一个保利达药酒 一瓶 结果他就开始 喝完之后他就骑摩托车上路 嗯 就骑一骑之后他对面而来 就两个警察也骑车 就这个警察经过他说他就 第一个警察就转头 跟第二个警察说 那个人并昂昂啊 他要把他拦下来 嗯 可能有淋酒这样 然后他就 然后所以两个警察 后来就把他拦下来 然后也就看他脸红红 然后闻一闻 身上有一点酒的味道 就把他带到这个呃 拍出所去去验 就有点像欺负孤 孤独老人 真的啊 那对他六十四六十多岁 嗯 一查他的酒测值也是0.27 嗯 跟这个案例一样 就是比你这个违法的这个标准0.25 就就是就是超过了 嗯 所以这个案件后来也就 呃移送 就检察官那边用检疫判决 请求法官 审判 那他很特殊的是一审法官 他是做一个无罪判决 哦 那我要讲一下这一个人他的背景 他早年因为这盗匪案件 他其实是被判无期徒刑 哦 对 那他无期徒刑之后 他就入奸服刑 在依照早年当年假释的规定 他是服满15年 嗯 请求假释 是 那也遵于假释了 所以他整于说服了服刑15年后假释 那他假释大概第九 他其实假释期满要下10年 但是他到了第九年 他就再差一年 第九年就发生了这个保利达事件 所以他就 他要是不喝这瓶保利达 他只要再一年 假释期满 他所有的刑期之行就视为完毕 嗯 可是他如果这个保利达酒的事件 让他被撤销假释 他要进去监牢里就不能出来了 因为他是无期徒刑 然后他64岁 嗯 你们就我们每一个人都当 就想想看如果自己是法官 哇 那就剥夺了明天的活力 你有没有想到 所以这个案例我就 我就拿出来分享 嗯 第一审法官他是 就是无罪判决 但是这个法官他其实是从 呃 两位警察 嗯 他们在 呃 拦检跟酒册 有没有符合正当法律程序 的这一点来着手 嗯 他来论述 那他认为说 因为你一个人你要被拦被 拦下来 然后做酒册 你必须他客观上就已经有 就是造成交通危害 可是这个人只是你看到他脸红 嗯 然后身上有酒尾还没有符合 所以法官无罪的论述 是从这一点起 嗯 后来检方上诉 检方上诉这二审判决 就用不一样的方式 他就是说 其实这个人呃 酒册倒是没有违法 是可以用的 嗯 所以其实这个人他的确是 违反了 呃 喝了酒 然后去驾驶 这个动力交通工具 嗯 而且也超过了0.25 他是构成要件改当 其实他有符合 但是 但是就有很多but 嘛 就是从 呃刑法第59条 他有减刑的一些原因 嗯 而且把他的刑 减到最低之后 法官还是认为他 还是不应该去服刑 所以他最后法官是下了 免刑的判决 哦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这个是在1百 2015年 2015年的事情 嗯 那这个法官他 大家可以听听看 就是说 他有几个考量 为什么他最后做到免刑 第一个他觉得说 这个人犯罪的情节 其实没有很 厌重大的恶性 嗯 他就是喝了一瓶保利达药酒 要骑车回家了 那他的 他就是 他对了 他就是犯法 我们的刑法规定是这样 但是他就是犯法 但是他犯罪情节轻微 再来他没有造成危害 对 他就是也没有 他目前就是他没有伤害到其他的人等等 嗯 虽然有公 有公共交通安全的危危害之余 但是他其实没有造成实际的危害 然后再来法官就说 如果这个人撤销假释 他要进去浮满残刑 这个人六十四岁了 而且家境清韩国小毕业 他是晚景欺凉 法官在判决里 就用这样 就是进去的话晚景欺凉 是 所以又考虑着 然后再来就是他这九年多假释的期间 他从来没有犯过罪 嗯 也没犯错 他应该是一个 就是还是有这些四个考量 所以 已经可以颁发良民证 也没有到 他还是犯罚 但是只是想要让他免刑 那所以最后就是做了这样免刑的规定 嗯 那所以其实我要说的是 像这样子的案例 其实去查这个实误判决 其实是不少的 所以他其实不是罕见的 那他的问题就在于说 一个假释的人 他只要 我们现在的法律规定是 他只要触犯了有其徒刑的罪 他就一定要 一定要被撤销假释 没有裁量的空间 嗯 这样的法律 很显然 在我们现行的实物 以刚才我们今天这两个案例来说 都是很严苛的 以至于法官判不下去 所以最后帮他减刑又免刑 所以应该要回来再去思考的是说 因为现在法务部 其实也想要修这一条 就是说未来 嗯 如果你在假释期间 你虽然是被判有其徒刑 但是如果是可议科法经的 就是你可以不用进去关的话 让法院这边有一个裁量的空间 看说要不要去撤销你的假释 所以还是有 所以说法院方面应该有更多的弹性 没错 而且这个弹性还包括了像这一类 比较具有暖 暖人性格的这种同理心或同情心 哎 让这样的法官他们的判例 能够多被引用或者 对对 就是有一个空间 不是说哎 我只要一违反 我就一定得进去浮满残刑 以至于法官要想抗想抗 又帮他俩 又帮他减刑 又帮他免刑 哎 这就让我想到有些非常 法律上曖昧不明的地方 呃 应该更更厘清啊 刚才讲的这个案例 其实也可以算得是 比较 你可以有很多解释的空间 没错 是曖昧不明 对 我我我举个例子 像刚才前面前面讲的公投法 对不对 对 那个门槛 不管是多少 高算高算低 有这个假的东西 这个应该把它厘清 这件事情不是我脑子里面 一直想的这个 这个陈陈铭啊 想着他哭啊 不是不是这个 是我一直在想的是 那个如果是明显看到 就是他就无法判定 究竟是什么人作假 你除了这个东西 不算数之外 我们还有什么 在法律上 甚至保障 让这种东西不再发生的可能 比如说你的联署 会有防卫的功能 呃 就是要不要去呃 在联署的过程中有一个比较严谨的一个机制 嗯 来防范 另外一个当然大家也要教育啦 就是说你去冲高一些假的呃 联署书的章数就没有意义嘛 然后所以有的不见得是冲高欸 我刚刚讲了很可能是不希望他冲高的人 故意给你冲一些假的进来 欸不过如果以中选会这一次只是单纯的扣掉 他觉得可能有违法或不合格 剩下的还是算数的话 嗯 如果是这样 对这比起当年宋楚瑜那一个时候就就 就是这样的做法 会比较能够去让大家能够呃 幸福说那剩下合格的他还是有过门槛的话 这个还是一个会通过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在这个整个结束之后 应该要适时的去公布所谓的 他们认定不合格的种类 嗯 例如说所谓死人联署那当然 然后什么叫做统一笔记大量抄写 他是怎么样让你很快的用肉眼认定统一笔记 因为有时候笔记是要坚定的 那为什么可以这么的清楚让你辨识出统一笔记 像这个我觉得适度的去公开他们认定不合格的这些类型 跟范例是也是重要的 因为大家知道之后就会知道了嘛 嗯 我觉得还是应该在用科学的技术来来验证 或是电子签章也可以 对 就是你反正就这一次 因为不可能再有第二次对 我们还有一些我们把这个头说一说好了 不一定能够整个内容来做报告 呃二指甲新闻 呃 因为之前也是就大家很关注那个 就是一位就外交官的呃 过世的这个事情 那大家就会去关注就是日本 就是日本那种 对就是当然就开始有一些 我们要怎么打击 假新闻这样子的讯息产生 那很奇怪的就是我们看到法务部就有一个一个动作就是他们想要修通通通保法通讯保障监查法 嗯 98.1 news9898新闻台 10月4号星期四 给个说法单元 民间四改基金会的执行长陈宇凡律师在我们的现场 刚才提到了我们的这个话题的标题 遏制假新闻法务部准备重修通保法来放宽监听 呃 所有的行政单位不管是号称多么民主的国家像美国啊 呃 呃他也会以国家安全国土安全的名义来去进一步监控或者剥夺这个人民的种种的自由其中最重要的现在这个社会现在科技发展的今天最重要的应该就是通讯保障 嗯 重新资讯啊 对 所以呃 假新闻这个议题大家想要动的法很多 嗯 我也看到有国安法啊什么什么 但是通保法这件事的呃 法务部放出这样子的消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吃惊 因为当时呃 之所以通讯保障监查法修法就是因为黄世民他们特征组在侦办案件的时候 是不当的监听立法院 好所以那时候修法 当蓝军被修理了以后 那这个事情就就放到绿军身上就不可以了 呃 我觉得法务部在提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生他其实没有蓝绿的问题 他就是想要把 我觉得法务部想的就是把权力再拉回检察官这边 嗯 他也不管蓝不管绿 但是这个反而可怕 就是说 第一个 本来像以现在修法后要申请通讯 呃你要去监听的话 那你原则上你是要经过法官有一道审核一个平衡 就是一个一个机制就是说法官也要得知说你要去监听谁 那你要监听人家的理由 那等等等 那所以核发这个通讯监察署 好那如果说依照法务部现在提出来的草案 未来他们希望说这些是不用再经过法官审查的 嗯 所以等于说检察官这边可以直接发动再去呃 直接做监听 这个这个就是倒退的修法 这就是倒退啊 那更重要的是 我记得当年我们的节目在争取 也就是也是贵会啊 这个是个明天斯凯基金会 最早的时候 对 因为我们那时候 十几年也快二十年前 一直在做 一直就是在保障大家的通讯的自由 但还有一个隐私的自由 就是说现在他们更希望是放宽 他说好 那至少通联记录通信资料 不用经过法官审查 不用经过法官保留 那什么叫做通信资料 他其实不仅仅是通联 他可能是我发话 对方是谁 我们讲了多久的时间 你可能不是内容 但是会包括发话地 接收地等等的一些资料 当他拼凑起来的时候 他其实是可以亏知说 我们这个人的生活状况 我跟谁讲了话 讲了多久 那我一天 我一天跟 可能就是 你长时间累积下来 你还是可以去亏知 得知说我们这个人的 一些不想让外界得知的讯息 所以他不会只有单纯的 你想象中的 只有通联而已 所以 这一个事情我觉得 我们也不能弃手 不能 因为法务部他们现在会说 我们打击犯罪很需要啊 如果还要经过法官 会有所阻碍等等 可是其实法官在审查的时候 并不是说 审查说你不能去侦查犯罪 而是你侦查 而是确保你在这个 调取这些资料的过程当中 是符合法律的 我觉得这一点 我们是绝对不能退守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是 法务部现在想要纳入GPS 他要去 就是说等于说 卫星定位这样的资讯 他也可以不经过法官去取得 那大家也跟刚才一样 你今天到哪里 你的位置 当你拼凑起来的时候 他就又是你生活讯息当中 很重要的一部分的隐私 所以这些都是 都是不应该要退守的 然后第三个一个很重要的修法 要值得注意的就是 法务部的草案删除了 就是说如果你违法 去取得这些资料的话 本来现在的法律是 你不能在法庭上做证据使用 你只要违法 你就不能当证据 可是他删掉了这一条 等于说如果你违法取得 法官可以决定要不要用 那如果法官看到说 这个案件假设很需要的话 即便你前面的资料取得 是违法的话 还是可以用作证据 这三 刚才我讲的这三点 这都是窃窃关乎人权 没有错 侵害人权 绝对我真的要在这边呼吁 就是我们要关注这个修法 绝对不能让这样子的草案 什么时候修法 现在应该是会在 法务部已经出到行政院了 行政院这边在讨论 那如果再出来的话 可能就可以送立法院 所以我觉得在 法务部现在就是不断的 发新闻嘛 他就是讲说 我们在侦查毒品 侦查这个集团犯罪的时候 我们非常的需要这些 这些这样的 这些限制了我们之后 犯罪的人就在路上满街跑 就是他们向来都会用这样的 话术 但其实更重要的是说 我们不是说 你不能去侦办犯罪 而是你在侦办的过程当中 要符合所谓的政党法律程序 不然的话 你不单单是所谓的 你侦查犯罪 你是侵害了我们一般潜在的 这个公众大众的饮食 简单的讲 就是法务部现在要 扩大东厂西厂和内厂的厂子 大概是这样 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话题 人的名字 人的名字 像我的名字不太多 大村 也不知道 还有什么 你有听过其他的大村吗 台中就有一个观光局的局长 在胡志祥时代 就交跟我同名同行 张大村 江苏有个质量检查局的局长 江苏你也知道 同名同行 山东也有一个 至少 而且他们奇怪 都混不好 都是混到局长 就就就 没有人做部长的 奇怪 没有人做主席或总理 你混的这样 我我更不行了 对吧 我就希望他们倒是有点出息 所以就是 如果取到菜市场名 还会莫名的要背负这些有的没的 怎么样 就是我们有一个当事人 他来跟我们申诉 他就是叫什么淑芬 淑芬 淑芬 就是其实有内政部有一年统计淑芬 是第一名才是场名 那他的 其实他跟就是他有一些加事案件 那后他就是在诉讼过程中 那因为加事案件就又更 比较紧张 关系比较紧张 所以有可能请对方的亲友 或是怎么样 就是到他的脸书有留言 就是可能有造成 呃侮辱啊 或会 妨碍名誉这样 所以他就也有 再提告 但是他的件数大概就是 十件以内 但是 呃这个 其中有一件就是 在检察官 那他也去告人家妨碍名誉嘛 然后这个检察官在调查 他告人家的案件的时候 就是对方就可能有跟检察官说 这个他都这样子任意的告我们 所以检察官就利用 他有一个内部的查询系统 就他也想知道说 这个淑芬到底是不是一个烂数之人 然后他就查了一下 但是检察官就我们了解他只有输入姓名 他其他资料就没有在查证 就也有姓在里面 对就某淑芬这样 然后他就看到哇140件 这个人果然是烂数之人 那这个检察官他还把他 他没有去想这可能是蔡奇阿米 对很奇怪 然后他还把他写在他的不起诉处分书内 他就说人家没有构成妨碍名誉 而且张淑芬他就括号就是提告140件 所以可能都是有一些问题 他就写在他的不起诉处分书内 那这个淑芬收到之后就 我没有我哪有 你这样子造成我莫大的困扰 更不巧的是他另外一个在台南地检署的案件 那个检察官看到这个新北地检署这样讲这个人 又把他引用在他的那个案件里 所以他就变成假新闻 他被认证 他就是被两个地检署认证他是个烂数之人 可是他背负莫名的冤枉 因为他其实并没有这么多件 那更更奇怪的是我们后 因为后来这个地检署就一直认定是他 所以他也收到很多叫淑芬的这些 检方的通知书 对淑芬就是他就对了 所以他他就不生其劳 他就来找我们 那我们不断的帮他跟新北地检署跟法务部讲说 你们搞错了 那很奇怪的是我们在沟通过程当中 地检署跟法务部他就说 你这没有这是系统的问题 以后就好好的再叮咛检察官们就好 他本不愿意更正 那所以我们这样公文往返真的非常大一年之久 那我们就觉得说这个是其实是小事啊 你就是帮人家更正就好 因为你们错了嘛 他不愿意更正 他们就不愿意更正 这就是法务部对不对 法务部以及新北地检署 我们两边都有去交涉 而且我们也是有正式的公文 去告诉他来龙去脉 那我们没有办法只好带着当事人去找监察委员 等一下这个书分如果再告又变成更烂事了 他不能告啊 他现在都已经被两个地检署这样认证了 好所以我们也只好带着当事人去跟监察委员陈述 就开了一个记者会 那记者会一开隔天就更正了 所以我要说就是不要管了 那你的确就是造成的错误 那你们就承认 然后就更正 你不要让当事人这样 他奔波了一年 然后也到处被人家嘲笑说你是个烂数之人 因为对方因为他们有诉讼的对照 就会一直说你看你就是个烂数之人 但是其实没有 这造成一个当事人一个平民老百姓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是 呃 接下来我们本来还有两个题目 也许一到下一次两个礼拜以后再来谈